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摩加迪沙的迷兵武装就被比他们上无数倍的特种部队暴打,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杀伤几个敌人。 不过如果特种部队正面对抗同等规模的正规部兵,到底是谁胜谁死呢? 答案其实会出乎我们的意料,只要正规部兵的指挥官不是太过弱智的话,赢家就会是正规部兵了。 因为现在的正规军往往拥有大量的部战车与装甲坦克,这一点是习惯轻装上阵的特种部队不具备的。 只要依托部战车进行作战,常规部兵甚至会把特种部队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 毕竟轻装上阵的特种部队,就算单人战斗力再强,也无法打扮。 那些拥有装甲部队,作为掩护的常规部兵,如果特种部队想要获胜的话,那么只能在山地或者城市战这种优势地形中进行战斗。 毕竟在复杂地形中还是特种部队占据一定的优势,他们可以依托地形于手中的白坦克武器击毁常规部兵手中的重装备。 再依靠自己无比强大的作战能力,一点一点,消灭常规部兵。 毕竟除去重装备之外,常规部兵基本上就是无法面的特种部队的。 毕竟特种兵从挑选兵源到训练各个方面都是远超普通部兵的,普通部兵只是在重装备方面,比特种兵有一定的优势,仅此而已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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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